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116集 這集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每週三的官方一問一答 這邊就是有很多玩家提供的一些問題 然後官方來做解答 這些問題會相關到我們 跟我們未來的遊戲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聽聽看吧 你好 幸存者 今天是星期三 開啟團隊的一個問題專欄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請了解我們的規則 從星期三到星期二 你可以在這個文章中留下評論 如果你有感興趣的問題 他們會選擇前十名 並回答玩家的問題 好 我們先看第一點 如果說你死了兩次 為什麼第一個屍體會消失 對 主要呢 這是遊戲官方他們設定的 你今天如果譬如說你今天帶了 你穿了軍裝 你帶一把M16好了 那你今天死了一次 那你的屍體還會在 然後你可以回去撿你的屍體 可是如果你又死了第二次 所以你第一次的屍體就會被洗掉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盡量不要死掉 不然你的戰利品會全部會消失 所以大家記得 當你死亡超過第二次的時候 第二次的屍體會取代你第一次的屍體 也就是說 你今天空裝過去穿紅內褲 然後你死掉了 那你第二次 剩下那個屍體就是紅內褲那個屍體 軍裝那個屍體就沒了 對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好 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現在收納空間不足 沒有問題可以解決 比如說 就因為沒有很多的口袋 也沒有新的包包 現在有很多玩家覺得說 收納空間不夠 因為像我們出去如果機車的聚會 跟地保的部分 我們都花好幾趟的時間 才把東西拿完 然後官方正經常講說 這個問題很快就會解決 你們將會看到 對 就是會 在之後改版呢 就會開始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包包應該就快要開放了 再來這就寫說 官方怎麼看待 RPG的升級的系統 RPG升級的系統呢 這個東西 我不確定他講的是武器呢 還是角色的能力值 總之來講呢 他說這不是近期的任務之一 所以說 之後遊戲角色會有 自己的元素會去發展 所以呢 大家就 大概是這樣 他先不會開放這個東西 RPG有兩個講法 一個是火箭筒 另外一個有可能是講角色的 升級技能之類的 因為現在的角色 是不會有任何設計技能問題 他等級不管到99 跟等級1 其實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在藍圖的 製造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等級高一點 才能夠製作什麼 比如說弓箭好了 你剛玩這款遊戲 你不能製作弓箭 可是你等級10的時候 就可以製作弓箭 這是一個講法 好 所以大家懂意思了 第四點的部分 這邊寫到 可以用普通的武器 去幹掉B1嗎 B1其實就是講那個 泰坦 泰坦就是 那隻很強壯的獎士 在感染森裡面 其實他這邊有寫到說 如果說你用普通武器 殺死他是可以的 然後有一些 YouTube玩家 有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他講的很多方式 因為像我們拿 很多武器 你如果今天要跟他耗的話呢 你可以花很多套軍裝 跟軍警衣什麼的 可是我說真的 太消耗資源了 你今天玩這款遊戲 大家其實都 我看大家都蠻節省在玩的 所以 逼個玩 現在你打死他 也只會拿到一張利卡 不會有其他的收穫 唯一的收穫呢 可能就是你會很開心 可是你要吃 超多補血 跟超多服裝 我自己有挑戰過 然後個人覺得有點 對不太想這些挑戰 因為太浪費資源了 大致上來講 我一定可以把資源拿來打地堡 因為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可能武器 對 大致上是這樣子 第五點是寫說 是否有優惠券的交換系統 然後目前他們寫說 遊戲中不會有這樣的 系統的設定 意思應該是說 看可不可以得到優惠券去交換 類似 比如說 商城箱的武器之類的 可是現在好像沒有這種設定 我們看商城是沒有的 所以呢 現在是沒有這個 優惠券的設定 第二點是寫說 為什麼地堡是每三天更新一次 他們官方是寫說 這個地堡不是最終版本 對於等級沒有很高 技術沒有很高的玩家 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攻略地堡 簡單講就是他們希望說 有些初階中階玩家 可以在這三天的時間中 充分的去攻打地堡 不會說忽然間一天就結束了 這個可能是之前他們有收到情報 收到玩家的一些訊息說 地堡更新一天太快了 跟還沒打完可能地堡又關了 有可能是這個狀況 所以官方才改成三天的 所以他們還是要設定一下 遊戲的平衡吧 所以他們覺得三天是差不多的時間 好 第七點是寫說 我可以偷走其他玩家的 運輸零件 或者是偷其他玩家的 類似引擎之類的零件嗎 然後這邊寫說 官方寫說 你應該不會希望其他人 也去偷你的零件之類的東西吧 這個這邊的翻譯可能我翻得比較怪一點 不過主要應該是講說 玩家希望說可以去偷 應該是機器人 因為這有寫一個類似機器人的零件 就是比如說機器玩家 AI的玩家的零件之類的 對 可是他們現在應該是不會開放這個部分 因為他說你應該不會希望 有其他的類似機器人玩家去偷你的零件 對 應該是這樣翻 因為我這邊翻錯啊 在下面留言給我 OK 第八點 第八點 就是寫到說 就是家裡面那台卡車 可不可以修理 或者是把它拆掉 就是不要讓它 在那個位置 或移動它 官方正寫說 未來有可能會改成 類似皮的卡車 然後有可能底座可以把它拆下來 之類的 可是沒有辦法把它給整個 銷毀 就是底力可掉 是沒辦法的 他們現在這個問題應該是講的 就是家裡面那台卡車的部分 因為那台卡車其實是蠻 蠻佔位置的 可是它不能移動 因為我們也不敢當裡面放東西 是因為 未來有這個開放 那個卡車的周圍是沒辦法 做牆面的 所以有可能東西會被拿走 所以有些玩家就提出這個質疑 可不可以修理它 把它修好 或者是移動它 或者是把它 毀掉 現在目前官方寫說 應該是不會有這個設定 只是說 有可能是可以讓它有拆卸的功能 可是不知道 後來會怎麼去更改 好 第九點是寫說 能不能改變一些交易系統 他們覺得現在應該是蠻不方便 因為現在的儲值 應該是講到儲值面吧 三層的部分 現在只能夠刷卡 我自己是製造只要有刷卡 然後其他功能部分 我不確定還有沒有別的可以使用方式 不過它現在應該是刷卡 然後他們是想到一些經銷商的部分 可是現在不能透漏細節 所以有可能之後的 如果你現在消費在商城的部分 可能會去更改它的一些設定 然後可是 不是我們的想法 類似這樣吧 第十點是寫 我們的基地是否會擴大 他們寫說目前不行 但在未來合作模式下 基地會有更大的基地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創造一個避難所 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這件是我稍微用它的翻譯 可是它翻譯呢 你們可能也會看不太懂 對 因為它直接直翻的話呢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它直翻 我有在用翻譯軟體再翻一次 好 這就是星期三官方跟玩家的一問一答 然後這個資訊 希望它可以對你們有一些幫助 未來呢 我們相信你會有一些改變 希望它也可以越改越好 然後如果說是課金的部分呢 對大致上來講 如果你真的想要 比如說快點抽到藍色油箱什麼的 你可能就要去課金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花很長的時間 才抽到的 就是開箱子開到 不是說去花商城的錢 所以是有機會拿到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比較快一點的話 那就是只能夠課金了 大致上來講 這就是禮拜三他們的一問一答 然後希望這集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